好 大家準備好了 指示醫生 哎呦 怎麼能盜禁柯文哲 對於檢調 偵辦 高宏案案的不滿 才說不批評司法 還是忍不住批評司法 檢調先是繽紛八路 從高宏案國會助理辦公室 到父母家執行搜索 首次約談結束 高宏案更從原本的他字案 改列為真字案被告 創新高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讓人家覺得 有這個在轉移焦點 民眾黨必談詐理助理費爭議 高舉司法迫害的棋子 看在也涉入助理費案的 臺北市議員林穎夢眼裡 忍不住發文 林穎夢說自己對比高宏案 沒有任何助理費上繳 更毫無公款私用 都在聲援高宏案 他們說司法不公 國家機器政治追殺迫害 柯文哲連不符合比例原則 都說出來了 如果他們有這麼有正義感 那要不要也聲援我一下呢 高宏案風波越演越烈 曾批民進黨全黨打一人 民眾黨現在決定全黨護一人 建議新聞和官員徐仲長報導 臨時報分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